最大的問題應該就是七起伏伏 也就是說吃了藥效很有效 那藥效退了那他就很不舒服 甚至不太能行走 所以這種起伏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叫開關 舌頭跟喉嚨都覺得掉掉 然後舌頭覺得可能不會轉那種感覺 因為他們意識都很清楚 那智力也都沒有退化 但是就是行動都被受限 到底是因為行動受限導致他們的憂鬱 還是說是因為疾病本身 我想這兩個部分都是有的 那當然治療上的話 我們也是以這個症狀能夠先控制 那如果說也控制得不錯 但是他們的心情還是會有憂鬱的情況 那這時候我們真的就可能需要加一些 抗憂鬱的藥物來控制 儘管你有這個疾病也許早期也許比較後期 那但是如果你的注意力不在你的身體的時候 你要會吃的比較少 而且你的生活的品質會變得更好 明明它就是很不方便 明明就是很痛 那你要怎麼樣去忘掉它 那也就是說你一定要有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呢 如果還有工作 絕對不要輕易地說要退休 因為退休了之後 你生活沒有重心 你就會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病痛上 如果你今天是已經退休了 但是你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嗜好 或者是你平時有在創作的 有在服務的那些事情呢 你都把它再拿回來做 你這個時候你就會忘記你的身體的病痛 你這個時候你就會忘記你的身體的病痛 只要和你一起 曙光亮起走出迷離 只要和你一起 穿過經濟 無法悠雅美麗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起點並肩走過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永遠 有你和我 我們八星生有很好的我們同事啊 就是這個團隊 就是他們也都會 就是 其實有時候打電話的一個關心 我想這個就是 他們通常接到就是 就是會覺得 應該也是覺得滿了滿的 至於音樂會我們想說 當然主要一個起源也是希望說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比較這樣的活動 那除了讓我們自己的病友 還有家人們 他們能夠也有一個機會 大家再聚在一起 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讓 比較讓社會大眾 對於八星生這個疾病 能夠有多一些的了解 期盼也有失望的可能 每條長路都是生命的旅程 度過黑夜又是雨停的清晨 只要和你一起 只要和你一起 曙光亮起走出迷離 只要和你一起 穿過荊棘 無法悠然美麗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起點 並肩走過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永遠 有你和我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起點 並肩走過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永遠 有你和我 最主要的問題 是在於他們沒有信心 並不是說他們能力不夠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導致除了我們自己 就是病友自己 要面對這個疾病以外 很重要的是 最好我們有一位照顧的人 比如說我們旁邊的人 朋友 親戚 家人等等 他們如果可以在旁邊拉他一把 那個就是半功倍 每一場夢總有醒來的時分 真心期盼也有失望的可能 每一條長路都是生命的旅程 度過黑夜又是雨停的清晨 只要和你一起 曙光亮起走出迷離 只要和你一起 只要和你一起 穿過荊棘 無法悠雅美麗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起點 並肩走過 愛的手牽我走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永遠 有你和我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起點 並肩走過 愛的手牽我走 幸福的永遠 有你和我 我想就像是一個大家庭 大家也更重視這個疾病 然後未來能夠在醫學上 能夠有更多的一些進展跟突破 讓我真正能夠在醫療上 在社會上 能夠對我們這些病友跟家庭 更多的一些幫助 跟鼓勵